见证加沙地域的巴勒斯坦医生连续被德国和法国禁止入境 尔山阿布什达医生在战争开始时曾在加沙工作了一个半月 5月4日星期六 他在抵达法国戴高洛机场时被拒入境 他原定参加由欧洲生态党的一名成员在参议院组织的一次会议 英国籍巴勒斯坦外科医生斯塔目睹了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犯下的暴行 战争开始时他曾在那里待了一个半月 5月4日清晨 这位医生从伦敦抵达戴高洛机场 他原定当天在法国参议院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发言 却被法国边境警察拒之门外 法国边防警察给出的理由是德国当局在4月中旬也曾阻止他进入德国领土 当时他正要参加在柏林的一个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会议 但德国当局禁止他在一年签证期内进入所有生根国家 斯塔医生通过电话和法国世界报起到了联系 他正在等待警察附送下搭乘返回伦敦等班级 他说警方已经做出了决定 我已经无能为力了 这就像在柏林一样 我这个受害者被定为罪犯 种族灭绝的幕后黑手 正试图让目击者保持沉默 世界报还联系到了此次会议的组织者 法国参议员Rimond Ponsen-Munch 他说生态学家团体曾与法国内政部长办公室联系 希望解决其他医生的路径问题 但没有结果 他说他决定对法国政府采取法律行动 他还说德国政府怎么可以对立大医生实行整个生根区路径禁令 这真是匪夷所思 这是镇压巴勒斯坦的新阶段 史戴医生是五果界医生小组的成员 他曾在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工作 他讲述了他不得不在没有麻醉剂的情况下进行截肢手术 使用活钉缝合伤口等等 今年一夜他在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面前作证 讲述了加沙平民所遭受的苦难 柏林机场警方以4月12日将他驱逐回伦敦 理由是他威胁到参加会议人员的安全和会捞乱公共积息 柏林警方取消了那次议定在柏林进行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会议 法国总统府的一位人士在接受法国世界报的采访时声称 他并不知道史戴医生被驱逐出境的事情 他并指出在申根签证被拒的情况下 法国边境警察也无能为力 对于这次议定在柏林中的地图里